为了让每位学生在毕业前都能学会一项才艺 安坑国小从三年级开始就安排了指笛课程 并且举办观摩比赛验收学习成果 同时也让孩子们借由这个机会相互交流切磋 激发学习的兴趣 在钢琴等乐器伴奏下 同学们一起用指笛吹奏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安坑国小在学期末特别举办了四年级的直笛观摩比赛 每个班级都必须上台表演指定歌曲 虽然有些同学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演过而显得有些紧张 不过大家还是努力的克服展现最好的一面 就很紧张 感觉自己会出错 在课堂上就是老师会教我们一些可能我们出差错的地方 但是上台的时候那些查错的地方都有改着 会觉得很紧张吗 会 音乐老师李玉玉对于孩子们的表现除了给予鼓励打气之外 也不忘提醒大家出错的时候要如何维持稳定的台风 以免影响整场表演 音乐卡住了 断掉了 弹不过去了 你就卡在那边在那边苦恼 不需要 好 这就好比你的人生你还是要一路走下去 你不能因为你的人在路上碰到一个石头 然后怎么办 就因为看到那个石头过不去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有状况你一样吹过去就可以了 校长方清林表示 安科国小期待学生在毕业前都能学会一项专长 因此从三年级开始 学校就全面性安排指的课程 并且举办观摩比赛 让孩子们有展现才艺的机会 我们期待我们安科的孩子 每一个人在毕业之前都可以学一项专长 那指底就是在他们音乐课本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音乐的素养的技能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班级的教学观摩的比赛 我们也让小朋友有展现的机会 透过全班的合作 来展现他平常的学习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刚才 虽然只是短短的上台的一两分钟 但是我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的好 另外学校也希望能够借由观摩赛 让班级与班级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切磋质地吹奏的技巧 彼此激励 并且培养荣誉感 记者是明天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